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e 那我们上期课呢 已经跟大家一起学习了 我们的Python3的心特性里面的异常处理 那么这期课呢 我们今天大家介绍 我们的Python3的心特性里面的 面向对象的变化 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个 面向对象的我们这个 大方面呢 然后它有多少感性 好 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正式进入 我们这期课的学习 我们今天呢还是说向大家介绍 我们的面向对象方面的知识 那么呢 首先呢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个面向对象呢 我们有三大特征 对吧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到底是哪三大特征 没错 它主要呢 就是我们的封装继承和多态 那么呢我们Porn呢 虽然说它作为我们的Python呢 虽然说它作为一种脚本语言 但是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面向对象呢 它的这个功能也非常强大 那么我们Python3呢 在Python2的基础上呢 又做了一些改进 是我们的这个面向对象的功能呢 让大家用起来呢 可以更方便 更强大 那么呢 它呢对这个面向对象的 改进呢 主要是集中在两方面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第一部分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Super 也就是说我们的Fullet 它在Fullet上 然后它有哪些改进呢 大家可以先看看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先读一下 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Class C 然后我们C类呢 它是一个G类 对吧 那我们这个Class D呢 它呢就是继承了 我们这个G类C的这么一个子类 那么呢 我们这个子类的话呢 然后呢 它呢这个 它里面的这个方法呢 也就是它的这个 出手画 这个Init这个方法呢 然后它呢 其实是主要是调用了 我们Fullet的 它的相应的方法 那它在这里的调用的方式呢 实际上是一个 无参数的调用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Super 它后面呢 也没有跟参数 然后呢 它呢就是直接的 用我们这个子类的 这个参数 相当于呢 是传递给了Fullet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是运行一下 看看它的结果是怎么样 OK 那么呢 为了呢 还是为了接程时间呢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代码呢 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代码呢 跟刚才我们看到的代码是一样的 也就是C是Fullet D是子类 那么呢 D继承了C 然后呢 它呢 用我们的无参数调用的 用这个Super 它呢 就直接的调用了我们的 Fullet当中的这个 Init的 就这种方法 来初始化我们 我们的这个Delay 那么这样呢 我们呢 会给大家运行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运行出来的结果呢 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最后是调用了 我们的这个D 然后输入它的参数8 对吧 OK 让大家看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 那么呢 我们这个实际上呢 它呢 输出的结果呢 它是这个C8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了 也就是说呢 它呢 是调用了我们 FulletC里面的这个 Init当中这个 Print这句话 然后呢 它呢 输出了我们的C 然后还输出我们这个A的值 我们这A的值 实际上呢 是我们通过无参数调用 然后来给它 传递到我们Fullet去的 也就是说这个A的值是8 所以说这样呢 就达到了我们这个 子Fullet的这么一种 参数传递的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参数传递的作用的时候呢 是用了我们的 Super Super这个函数 来帮我们做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先给大家讲的 我们的 面向对象的 然后变化的第一种 之后呢 我们的 我们说我们Path3呢 对面这面向对象呢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变化 就是说它引入了我们一种鸡类 它呢 不是普通的鸡类 它呢叫抽象鸡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抽象鸡类呢 它的缩写呢 它实际上是ABC 然后呢 这也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好好记 那么呢这个ABC呢 实际上是一些 无法被实力化的类 也就是说它这个鸡类 它是不可以实力化的 那么我们要使用这个ABC呢 子类必须要 继承 自 自此ABC这个类 也就是说呢 我们呢 如果要是想使用这个ABC这个类呢 我们这个子类呢 必要继承它 并且呢 还要覆盖它的抽象的方法 才可以 那么呢 我们这个抽象的方法呢 它是有一个修饰符的 也就是说呢 它呢是叫 Obstract message 这个修饰符 那么呢 如果加这个修饰符呢 就代表这个方法 它是一个抽象的方法 那么我们 子类想使用这个抽象方法 必须呢 是要在子类里面 对它有实现 而且要覆盖掉 这个抽象方法 才可以 那么呢 我们呢 还提供了呢 就是一种呢 叫Obstract property 这么一个修饰符 实际上呢 它呢是一个抽象的属性 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要是 想使用它这个抽象属性的话 一样 我们还是呢 就要去实现它 去覆盖它 但是只能 只有在子类当中 去实现它 去覆盖它 这样的话呢 才可以去使用 我们抽象机类里面的方法 或者是它的呢 一些特殊的属性 那么呢 我们呢 必须要通过 我们导入 我们的这个 模块ABC 来访问 我们的这个抽象机类的 就是这个 情况下 否则的话呢 Python是支持不了的 那么这部分呢 因为很重要 所以说 我们还是给大家 举例子 让大家通过例子 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实际当中 抽象机类 是怎么来使用的 那么比如说 我们呢 现在呢 先给大家看一个 很简单的 我们的抽象机类 也就是说 我们左边这半部分 那么呢 我们左边这半部分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呢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我们必须要导入这个框架 我们呢 才可以使用 我们的这个抽象机类 对吧 然后 这个样子呢 我们实际上呢 就 给大家建了 我们的这么一个 抽象机类 那我们这抽象机类里面 实际上是空的 是没有内容的 那么呢 我们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这个抽象机类呢 我们使用了一个 register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函数 也就是我们使用这个方法呢 实际上呢 就是调用 接受了这么一个类 作为参数 也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list这个类 来作为它的参数 然后呢 就是让这个 我们建的这个抽象机类呢 就是成为呢 就是这个类的负类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list类呢 实际上呢 是我们这个类的子类 是我们这个抽象机类的子类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额字的我们这个 这个语句呢 来验证一下 也就是说呢 如果它要是 一个抽象机类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这部分呢 然后它就不会报材错误 如果要不是抽象机类的话呢 我们这部分 它就会报材错误 对吧 我们呢 还是已经给大家 把代码写好了 让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部分呢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 讲解代码 也就是第一步呢 我们要通过 我们的这个 加入我们的 ABC这个框架 然后呢 来使用我们的抽象机类 之后呢 我们呢 会给大家 已经建立了我们的一个 抽象的机类 然后呢 我们这个抽象机类 我们给大家 起了一个很 很醒目的名字 叫 Simple Australia Class 这么一个名字 然后之后呢 我们呢 用这个 Register 然后之后呢 我们呢 和我们这个抽象机类呢 和我们这个List这类呢 建立我们的 父子关系 然后之后呢 我们用 和Zither这个语句呢 来验证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类呢 它是不是一个 抽象的机类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呢 会给大家运行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程序的结果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呢 是在Python3当中 去运行我们的这个 我们刚才的代码 可以看到 它是没有暴露错误的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就是用我们 额字的语句呢 其实实际上也是 最后呢 去进行验证了 也就是我们这个抽象机类呢 是建立成功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复杂一点 我们呢 要使用我们的修饰符呢 来建立我们的抽象机类 大家可以回想起来 我们刚才呢 已经跟大家讲过 我们的修饰符有两个 一个呢 是Obstract Method 一个是Obstract Property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使用我们这个 抽象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先 把它这个框架呢 加进来 之后呢 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呢 还是建立了 我们的一个抽象的 积累 那么我们已经 已经指明白了 我们这抽象机类里面 这个方法呢 我是一个抽象的方法 它这个地方呢 是没有实力化的 它是没有定义的 那么呢 我们呢 会通过我们的 它建立了一个子类 叫A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A呢 我们呢 会对我们的这个 抽象的方法呢 具体的进行实现 然后进行覆盖 然后之后呢 来达到我们的 这个抽象机类呢 在子类当中 实力化的目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呢 还是给大家 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 我们完成代码呢 是这样子 DG已经给大家 解释过了 对吧 我们呢 是加入我们的 这个抽象机类 相关的框架 然后之后呢 我们这个类呢 它是一个抽象机类 我们指明了一个 抽象方法 那么这个抽象方法呢 它呢 在这里呢 是没有去 是实力化的 那么呢 之后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子类A 那么我们这A呢 必须要我们的 去实力化 我们的抽象方法 比如说必须要实现 并且覆盖它 那么我们才可以呢 得到我们的这个 抽象机类的 它的这个方法的 具体的实现 实际上它呢 只是return了一个零 并且呢 print了一个东西 那么之后 我们调用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呢 就调用我们子类的 这个方法 实际上呢 它呢 实际上呢 是我们 它实际上是 继承于我们的 这个抽象的机类的 那这样的话呢 还是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运行结果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运行结果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 print了我们的 print里面的这句话 所以说我们这个程序呢 就已经成功了 也就是说 我们的抽象机类呢 在这里呢 实际上呢 从我们的子类去实例化 去起作用 OK 那么我们的 今天这个面向对象呢 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这个面向对象呢 实际上呢 主要给大家介绍了 两方面的内容 然后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 super的方法 也就是它可以呢 用无参数调用 然后呢 来呢 确立我们的 负类和子类的关系 然后呢 可以呢 在子类当中 直接用这个函数呢 去引用我们 负类当中的方法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也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的 非常重要的 引入了这个抽象机类的概念 那么我们这个抽象机类呢 实际上它是不能被实例化的 那么我们必须呢 要通过在子类当中 用修饰符也好 不用修饰符也好 必须呢 要把它进行实例化 那我们这抽象机类才会起作用 这样的话呢 我们呢 就实际上呢 我们对我们的 影像对象功能的扩展 也就是我们Python3的 一个中间改进的地方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作业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请大家 在课下 然后呢 就是可以自己建立 建立一个 属于自己的抽象机类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呢 去用我们的 在建立的一个子类 去实例化它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呢 去体会一下 我们这个抽象机类和子类 它的关系是怎么样 然后它调用的方式是怎么样 那我们下节课呢 会给大家讲 我们的Python3当中 最后一讲 也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模块变动 和其他的一些小变化 那么呢 下节课完了呢 那我们这个Python3呢 就节课了 希望呢 可以呢 对大家呢 有所帮助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上到这 谢谢大家